下面一个问题,弟子在凤化,有十六年历史的到场 下面有六个问题,六个小问题 第一个是,年纪大的同修,冬天为了保暖,戴帽子上电如法吗?可以 老和尚戴帽子上电很多 这个是,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身体就不能修行 而且年岁大的,七十以上在戒律里面开源很多 你比如这个酒,七十岁以上的,血液循环不好 酒能够帮助血液循环,它当药用 我在年轻刚入佛门 也常常呢,星期假日到寺庙里面做义工 有个老和尚对我很好 那是我们年轻才二十几岁了 老和尚七十多岁,很自慰 吃饭的时候常常要我陪他 我们感到很荣耀啊 可是每一餐饭,老和尚面前都有一杯酒 我看他的酒是白酒 像高粱一类的 我很奇怪,不敢说 这五节里面都已经不饮酒啊 这个老和尚为什么每一餐都有一杯酒 以后我亲近李老师 跟李老师学经教 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 他告诉我,他说七十以上身体不好啊 这是帮助血液循环 这叫开源,这不叫破解 而且酒的开源特别多 所以这个戒律是活活活活活的 特别是用药 中药里面有很多药是用酒做药引 还有用这些动物的药做这个药引 通通通在开源当中都可以用的 所以不要止住 为什么呢?你用它,你给它回向 你要用动物做这个药引 你给它回向,你超度它好事情啊 他用他的这个尸体 那药材里面都是尸体了 都是用干掉的了 他来供养你 帮助你身体健康 帮助你好好修行正苦 这是他的贡献 那我们对他要回向 把我们修学功德回向给他 是好事情 所以佛法是通勤大力 戒律 他的精神说 防飞之过 我们的烦恼吸气中 防止烦恼吸气的现行 才制定这些规矩 而且这些规矩 全是信德的流露 这是我们很了解的 我们学佛菩萨这个生活方式 能得到清净心 身心清净 能够启发我们的心得 那么戒律是帮助你得定的 就得清净心 得平等心 清净平等 生智慧 所以应戒得定 应定开慧 凡辅 上中下三根 不能不持戒 不持戒不能成就 戒律从哪里做起 戒律要从弟子规做起 你就不难了 真能做到了 现在我们是戒律 无声做的 做不到 不要说戒律了 你也十三样都做不到 原因在哪里呢 想盖楼房啊 你想盖三层 底下两层没有 你怎么盖 怎么搞都不能成就 弟子规是第二层 感应篇是第二层 十三叶道是第三层 沙密律也是第四层 你要懂得这个顺序修学的 这我想一年就成就了 你这四个根呢 就咋稳了 有这四个根 然后你喜欢哪一部经论 你选择一门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你这一生会得定 会开会 没有根呢 怎么用功 怎么精进 都是往然 没法子成就 充其量 将来做一个 佛门的学者 学者专家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这个一定要懂 这个戒律的也懂得 开枝吃饭 你这个戒律 受持有德行应手 会很如法 他有开 有枝 有吃 有饭 要懂得 没有 未经许